这连一个星期我们看到了很多评述 就关于贸易战 那么官方有很多报道 创造出很多那种文体 就几乎让你无法去接受的 因为他正话反说或者说创造一个新的提法 不仅是层出不穷的问题 而且已经挑战脸皮的这种极限了 甚至有一些表述 他如果要不解释你好像都听不懂 我们看到西方主要的国家 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之下 他其实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一些制裁 那么李克强呢 访问了德国 试图在德国找出一条突围的道路 为此还释放了一个诗人 当然我们知道他是 中国著名的一个异议分子的妻子 虽然他没有被确定形式上的罪责 但是他很无辜的被禁止了旅行自由 至少有八年 好了 现在作为一个交换的筹码 看起来好像是德国为此同意了对中国的一些投资 那么它是一种突破吗 看起来不像 归根到底呢 还是德国准备进行这个工业4.0 也就是智慧工业 那么他要淘汰一批所谓的工业2.5的这些设备 他把有一些设备卖给了中国 把有一些加工行业 比如说电池 电动汽车 那么有一些这些投资呢 放在中国大陆去进行 这个意象已经有了 但是即便 他最终达成协议 并得到履行 他也只是一种 产能的转移 人家淘汰的东西呢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中国一直希望自己的工业能够上台阶 能够经济转型 那么搜罗了德国的这些东西 对中国来说确实很需要 你别说2.5了 就这批设备给你 你现在的技术工人可能都不达标 都不一定玩得转 国际社会呢 它这种风度 是由美国带头的 而且是全球联动的 我们之前就已经看到 澳洲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 已经开始对中国执行了一些措施 只是呢 它不是那么明显 感觉上面 好像除了美国 其他国家没有特别的这种行动 其实一直有 而且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今后我们还将看到更多 这种国际社会的风度 短时间内 它是解决不了的 在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中 中国曾经占有了一些 从西方国家转移来的 加工或者说 组装的这些业务 我们当时 把自己细成为是制造业大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它可能是组装大国 那么有一些经加工的东西 尤其是电子科技这一块 现在人家不给你玩 不给你加工 我们把它视同为一种风度 这种风度呢 它可能是全方位 不仅仅是经济上 工业生产上 或者是贸易上 我们知道从军事上来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国家 它是没有出海口的 或者说 它对大洋的需求 一直有 但是始终出不去 比较大一点的国家 应该是俄罗斯和中国 那么它往 任何一个方向 去寻求面向大洋 都会感觉到 你的门口有哨兵 对前苏联 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来说 那么 挪威 土耳其 日本 都是应对海峡的 封堵的这些点 那么对中国来说 我们始终被困在 第一岛面之内 甚至我们在北方 没有一个面向 日本海的出海口来 从军事这个角度上来说 或者说从 大宗物资的运输来说 海运 一直是很困难 那么现在呢 又加上了 经济上的一些风度 冷战虽然结束了 但是我们现在又看到了一种 类似于冷战的这个状态 正在展现 展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你从根子上去 找这个原因 可能还是要追溯到 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那么西方一直试图 在美苏对抗的同时 能够拉拢住中国 希望中国能够通过 经济上的转型 达到政治上的方向 那么九一年 苏联解体以后 这个需求呢 它不是那么强烈 但是相对来说 中国的这个产业工人 勤劳或者说吃苦耐劳 工资比较低 那么中国人呢 又属于比较勤奋的 那么学习这一块呢 相对来说 对这种转移过来的 一些产业 基本上是能玩得转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 整个国际社会 看不到中国有经济转型 或者说经济发展了以后 能够有民族转型的可能 那么从去年开始 变化就越来越明显 今年 直接变成贸易战 以这种方式 它其实实行的是一种制裁 这种制裁会愈演愈泪 我们这几天看到了一些 内地的新闻 很混乱 原先 把习近平捧成 这个国家的神 永久执政的执政官 这两天看到的新闻 好像有点乱 有些人在推测 说是内地搞政变了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 独裁统治 或者说他宣扬的 这种个人崇拜 被制止 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 内部的消息 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明 其实他的意义 并不大 因为即便换掉了习近平 上来一个李克强 他还是共产党 他还是中共在执政 就是明天 胡春华直接上台了 又能改变什么呢 这个政体没有改变 整个国家的经济模式 他的思维状态 他的统治形态没有改变 那么西方国家就不会放弃 这次封堵 这次封堵 它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制 或者说民主 也不是针对2025 这个没什么关系 其实很简单 人家的目的 是为了转嫁经济危机 我们知道从这个08年 次贷危机发生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 那么10年来 绝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了这场经济危机 整个世界呢 它走出经济危机的方式 不是很多 上一次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 或者说比较大型的一个经济危机 是1929年 那么10年以后 1939年 进入了二战 现在我们知道 混得比较好的这些国家 都已经是有核国家 那么有些人觉得 我有核武器 你不敢进攻总国 其实人家不需要进攻你 有核国家 陷入战争的有 不是没有 前苏联解体以后 就陷入了几场战争 不管是内战 还是与周边国家的战争 都有 车臣 算是他自己的内战 乌克兰 就是与独联体国家的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针对格鲁基亚也是一样 那么中国呢 不要认为已经拥有核武器了 就没有人会侵略你了 其实 绝大多数国家不会侵略你 周边的小国 跟你发生了一些边界战争 或者说 中国自己的边疆 这只居 出现了一些 恐怖活动 大型的恐怖活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其实就会进入战争状态 而且西方国家通过 纷繁复杂的国际协定 它会掐断你的海上生命线 中国的进出口 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不见得非得有哪一个国家 要打进来 它可以让你累乱 封堵不完全 需要用战争的形态 其实呢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风景 这两年已经开始 今年有一些小国 与中国接壤 或者走得比较近 它已经开始 有一些声音了 有一些措施 让中国的投资者 感到无所适从 这个后面呢 都是有背景 风堵 不一定都是名字来的 我们知道在国际外交活动中 往往说得比唱得还好 外交其实就是用光面堂皇的语言 去掩盖 做在底下肮脏的交易 周边的小国 与中国接壤也好 或者说接近也好 其实人家都是有担心的 它不是担心你侵略它 而是担心你的难民潮 中国现在有13亿8千万人 一旦出现了危机 以往周边任何一个国家 倒腾几千万人 人家就破产了 我们周边的大多数国家 人口都不超过一个亿 小一点的国家 只有几百万 一千万都不到 它能承受多少难民 所以有一些国家 它是基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因素 参与了国际风度 有一些国家在都市 它完全从自身的角度 人家自身的安全 从这个基点来触发 它也开始加入了这种风度 至少它跟你拉开了距离 它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靠近 接近 因为它在你身上能够获得的 与它未来有可能承担的后果 已经不成正比 这次风度 从现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上来看 它会越来越严重 今年下半年 可能与中国交界的一些国家 就会出台 更加严苛的一些 旅行的禁令 不要再去说 中国多么多么强大 或者说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你以后即便有点人民币 你也只能在家当画画看 出国将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以前执政的这个团队呢 他们经常用买飞机 买大宗物资 在各个主要国家之间 寻求一些控制 那么达赖访问法国了 中国政府 出访的时候 带着大量的订单 他围着欧洲 我们把它细成为叫还法游 你不买空客了 你去买波音了 你觉得你是制裁的人 或者说用经济的这种杠杆 去点醒别人 其实这些做法越来越无趣了 因为无论是空客还是波音 他们未来几年内的订单 都已经满了 你现在就是订100架飞机 200架飞机 也是期货才 短时间内根本出不了什么效应 那么中国面临的情况 其实已经很明显 那么执政党内部呢 可能也在做一些调整 但是这种调整 它不可能从本质上 改变国际 对中国的这种观感 或者说影响了别人的措施 因为人家最重要的 是中国这块市场 是一个对它来说 能够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规则 来进行游戏的 这么一个市场 就中国而言 他们还想把它称之为叫改革 或者是改良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 你一定要知道 它改革的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现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是中共 中共以及他们的统治团队 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 他们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也是监管者 就是说他们既当运动员 也当裁判人 不管哪一个国家 你到这儿来 你都得按他们的游戏规则来办 甚至川普上台之前 他在中国有 许多这个商标官司 那么最长的打了好几年了 都没有结果 川普上台了以后 他在中国进行的这些官司 迅速地都被法院裁定为胜诉 所以当时我提出过一个观点 我说今后维权的成本 可能越来越高了 先得混成美国总统 你才有可能 迅速地在中国维权成本 中国还是一个老大帝国 他继续用自己的方式 在进行对抗 他采取的策略有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没有本质上变化的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风阻 它还会持续 未来半年 它可能会越来越恶化 无论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应对 你都无法解除国际社会对你的风度 因为人家需要的是中国切实的改变 中国自加入这个世贸组织开始 已经变过无数回 当年的承诺 没有兑现 现在你要求他兑现 他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 现在进行了这场 国际社会对他的风度 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他连旧账都还不清 他怎么可能 再去迎接新的措施 中共内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人员的变动 政治的变动 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段 出台一些 看起来比较开明的措施 但是我相信 我们遇到的这次风度 必将改变住 骗一次骗两次 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国际社会 中国人一直以为 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国家 想把他们的制度 强加到中国身上 这是中国政府 一贯以来的宣传 其实真不见得是怎么回事 第一 所有的西方国家 现在进行的这些措施 他都是为了跟你算账 因为你原来亏欠的太多了 你原来说的这些谎话 人家不想再听了 你承诺的东西 你没有做到的 已经不算美局了 那么你的国家信用破产了以后 你还要让别人再去相信 可能吗 不仅不可能 而且现在越远越烈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的日子不好过 如果全球的经济都在上行 人家可能勉强的还能接受 你做一些游戏 做一些违反 规则的这些小动作 你还至多笑一笑 不影响挣钱嘛 是吧 就不跟你计较 那么现在全球 其实在经济危机中 都没有真正能够站起来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在继续的欺骗别人 不仅做了小动作 而且呢 你还认为你很聪明 很精明 这个就不好玩 没有人 会在自己经济下行的时候 还在容忍 国际经济活动中的 出老千的这种作弊的人 不但得玩中心嘛 是不是 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中 都不可能 太操人 国际社会呢 出现过一些搅局者 但是中国目前 没有这个连离去搅局 你至多就是让人恶心一下 你产生不了大的破坏力 那你自然就没有底气 在经济活动中 不要谈道理 没有人会关注你 任何一个国家 在国际经济交往 你唯一能站得住的 就是你自己的实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内地所有的应对 都是意识形态上的 经济上的措施几乎没有 那么制裁呢 已经开始 不断地在加码 最终 最终总有一方 要踏上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有多少朋友我不知道 但是破骨万人垂 这个道理 是全世界共同的 一旦中国在被制裁的过程中 出现了大的破灾 参与到对中国进行封堵 这个行列中的国家 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难免会看到一些 曾经友好的国家 也在低声地 对中国说不 虽然这种景象 不是很美好 但是它已经出现了 未来半年内 我们将看到的 会越来越多 我们来看 我们下屌 看 我们下屌 马里 海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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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